好,那最后一个段落呢 我们要来介绍一些关于function的这个进阶概念 那既然是进阶概念 当然就是比较深一点啦 所以大家提起精神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要介绍的呢 是所谓call by value mechanism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也很经典 叫做swap 它是说啊 我先给你两个整数A跟B 假设是10跟20好了 我们把它印出来看看 接着呢我们呼叫一个函数叫做swap 就是交换 把A跟B传进去 swap这个函数呢 吃两个input 所以得到两个参数 分别是x跟y 我们知道 argument是A跟B的value 也就是10跟20 那parameter是x跟y嘛 那我们把传进来的值命名为x跟y OK 所以x呢就是10 y呢就是20咯 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x的值暂时存给temp 然后把x的值换掉换成y的 y的再换掉换成temp的 那很显然呢就是 这行执行完了以后 y的值就会变成10 x的值就会变成20嘛 10asign给10 然后用20塞给x x就变成20 然后temp的10再塞给y OK 所以就是y会变成10 x会变成20 这样就完成swap了吧 那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A跟B的值 再拿来印一次 理论上就应该要看到20跟10咯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是刚刚那一段程式嘛 执行 执行下去呢 看到的是1020跟1020 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swap 明明我在这里说x给temp y给x temp给y 我把x跟y的值换掉了 为什么这里的A跟B 明明传了10跟20进去 出来却还是10跟20呢 好 要了解为什么 就得要来理解 这个所谓的code by value mechanism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啊 我们在C++的世界里 以及很多其他的程式语言的世界里 呼叫函数的机制 都是所谓的code by value 或者有人说它pass by value 它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记忆体里发生的事情 左边这一段 是我们之前的 刚刚的程式嘛 就是有swap 然后有main function 这个样子 好 今天假设 一开始的时候 main function里面 a是10 b是20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执行完这一行了以后 在记忆体的某处 我们就会有a跟10 还有b是20 接着我们呼叫swap 呼叫swap的那个瞬间 我们会在这里宣告两个local variable ok 所以呢 x跟y会先被分配记忆体空间 紧接着 a跟b的值会被copy到x跟y里面去 a的值会被copy给x b的值会被copy给y 对吧 照我们说 a是10 b是20 那么在local variable x跟y里面就会发生10跟20 这样子的value 好 再来 x跟y的值会被交换 也就是这三行 我们知道这三行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x跟y的值会互换 像这样 那再接下来呢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function就结束了 到这一行为止 这个function就结束 那因为是void的function 所以它就会return 它就会回到这个地方 那没干嘛嘛 就结束了 结果我发现什么 x跟y被release掉了 对吧 记忆体空间被释放出来 作业系统可以分给别人 但是a跟b从头到尾就没有变过 哦 有道理 对吧 我们呢 在呼叫函数的时候 并不是真的把ab这两个变数传进去 我们是把他们的值 复制一份 给这个local variable x跟y 之后你不管做什么 都是对着 local variable x跟y在做的 你把x改成500万 y变成3000亿 都没有差 a跟b的值是不会变的 OK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code by value的mechanism 也就是我们在写c++程式的时候 预设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能清楚地理解记忆体里发生了什么事 自然就能理解刚刚的swap 为什么并不会发挥想象中的效果 那么这个code by value的mechanism 是我们已经理解它了 我们知道它是这个样子 那进一步的我们会想要问 为什么程式语言的设计是这样 它为什么是设计成预设是把值复制一份 然后在里面搅来搅去的 为什么不是预设成 它会把变数传进去 然后对着变数搅来搅去呢 答案是这样子 如果我今天用的是code by value的话 我的function 它们就可以被当成independent entity 来做implementation 我在写我的function的时候 我给我的function一个任务 我要回传最大值也好 我要回传中位数也好 我要给你500个值 要你找出其中有多少个值 它的值是正的 都可以 我的function呢 就根据input 独立的去写 它要怎么运算 来得到output 写function的时候 完全不需要烦恼 其他人在写什么 其他函数在做什么 对吧 因为修改我的parameter的值 并不会影响到任何其他人 但是今天如果 我们今天传进来的argument 会因为我们在修改parameter的值 就变了的话 那这个就很难说了 我们每一次写function的时候都要非常小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预设会是call by value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modularity可以变得更高 work division可以变得更好 我需要写一段程式很多 但我说没关系 这里有一个中间有一段功能 我切给我的伙伴去写吧 我就跟我伙伴说 你就写这个function 我会传两个变数给你 你跟我说哪一个比较大 之类的 如果今天预设是call by value的话 他就直接把这个任务做出来就好了 他完全不需要担心 他写code的时候会不会有任何影响到我的程式的可能 不会 我程式呼叫他的函数 绝对不会让我的程式自己的事情忽然被影响到 传参数进去 只是传value进去 我的参数 我的argument本身是不会变的 我只有回传值 可能会影响我 这样的话分工才会清楚 我们才不需要担心说我们的程式会不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当然有时候啊 我们确实也需要所谓的call it去modify caller里面的值 意思是说call it是被call的人嘛 caller是call人的人 所以这个人就是那个函数 这个就是呼叫函数的家伙 我们有时候确实就像刚刚swap的一样 我们真的是希望a跟b的值会坏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call by value 我们就切换成call by reference 这东西我们之后的课会讲 现在暂时呢 先不要讲 所以之后是有机制可以做的 只是预设是call by value 你不特别干嘛的话是call by value 这是为了要让程式的模组化的程度变高 OK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那不然我们也可以传function 传array 传array也是一种做法 那我们等一下下个影片来介绍